游泳池内小朋友们各个捂住口鼻 表情相当不舒服 教练急忙进行疏散 连同还在池内泳池的孩子 都将他们赶快上岸离开 因为整个室内到处弥漫刺鼻律器 晚间警消出动大量人力急忙赶往 新北市中和警星国小旁的私人游泳池 将赶到身体不适的人员 统统送医治疗 并跟现场业者了解状况 消防人员在游泳池旁调配式监测气体数值 这里头摆满盐酸跟漂白水 警方调查后发现原来是游泳池公读生 在准备清洗游泳池时 误把盐酸跟漂白水加在一起 才会产生氯气 目前大概做轻微的不适 眼睛不适的状况 那可能有点吸入的 感觉身体不适而已 那可能有些头晕 或者是眼睛有点刺痛的感觉而已 现场一共有18名小朋友送医 其余还有五名教练 以及一名家长自行就医 意识清楚没有大碍 只是因为攻读生疏失 没有搞懂清洁剂 使用方式产生有毒气体 幸好教练反应快做好SOP 才没有酿成严重意外 接着黄明君 陈指方 SNG小组新北市报道